開始 手球運動怎會沒聽過 小時候如果你不是玩足球和籃球 之後最受歡迎的球類活動 都是手球 但由於手球 我覺得很需要彈跳力和爆炸性 所以當時在籃球和手球 這兩個運動我選擇了練籃球 所以今天非常期待 可以試試手球是怎樣玩的 我叫Miu Sir 我已經玩了這類運動很久 應該超過20年 我記得我應該是中一開始 接觸手球運動 接著一直參與青年隊訓練 直到18歲那年成為大港隊 直到34歲我就退營了 我相信很多手球運動員都很認同 手球帶來的速度感和刺激 入球的興奮 我想這幾點已經令所有 喜歡手球的人都著迷 手球其實是在歐洲那邊的 最先是在丹麥 其實是一些… 可能想看一看是唐 丹麥是一個體育老師 中學的體育老師 給他們一個遊戲 傳球和射球 就是用手,所以變成手球 但起初其實是11人制 在歐洲那邊發展 後來,因為天氣很冷 在歐洲那邊 可能是下雪之類的限制較大 後來就變成七人制 在室內內進行 因此到19世紀初的時候 在歐洲的丹麥、瑞典 德國這些地方發展了七人的手球 直到1972年 第一屆的男子七人制的手球 正式列為奧運項目 而女生就遲一屆,1976年 對,其實在世界上都分為不同的區域 例如亞洲,我們是亞洲首協 但如果是世界賽 最後都是由國際首球協會 統籌所有或安排所有的賽事 包括奧運、亞錦賽、細錦賽之類的比賽 以及很多青少年比賽分年齡的不同組別 都會在亞洲區 由亞洲首協代理 我小時候接觸時 其實不是太多學校 中學、小學更加 但當我脫離上學的日子 開始進入上班時 其實那個年代應該是2000年左右 那段時間開始多了 中學和小學都開始加入 有運動項目在學界裏面 所以我們不同的就是 資源肯定是相差很遠 因為多了人參與 政府又推廣時 投放的專員相對比我們以前 我那代是多很多 還有現在的發展 因為有系統性 還有香港的運動員 近期在國際的體育城市 都有不錯的認識 所以政府其實都擺放很多資源 還有希望我們可以有一些 有系統的梯隊訓練 所以現在除了大港隊之外 也會有梯隊的一個行常訓練 以往我們那時候是沒有的 可能是比賽前 可能半年左右 或者三個月才照香港隊 回來訓練和比賽 但現在基本上我們每年都有定期的目標 或者有一些海外雜訓 如果大賽有特別的分定 我們會多用一些器材 或者一些療療 例如他們所說,可能受傷 有醫療的協助和支援 我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有兩個身分 除了教練之外 其實我也是體育老師 中學小學我也教過 而且我現在的現職也是小學 其實我在學校的角色裡 除了是普通體育老師 我也希望可以培養到一群 未來的一些運動員 在搜尋項目中 所以在我自己的學校裡 其實我也是推廣 對,變成不同的年齡層 其實我也有涉獵過 心態上,我會覺得 現在完全是一個教練身分 因為以前我是運動員 或者是教練、老師 變成一個角色 也要兼顧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方面 現在可能比較專注在運動員方面 以及將以往一些經驗打落 即是落場的經驗 整合一下 以及現在又多了很多資訊 在媒體上看到很多世界地賽 可以參考很多的資訊 其實在不論體能的發展 他們的戰術運用 各方面其實都令到他們可以多了很多概念 所以我們都不斷在香港隊裡 都是嘗試一些新的戰術或概念走法 變成他們現在 加上這一代香港隊的體能、技術和力量 都相對我們以前那代比較優勝 所以他們欠缺的是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藉著政府給我們的資源 有機會出外去做集訓或參賽 譬如我們19年疫情去過亞錦 之後都成績不錯 接著疫情後我們都有他 然後接著又亞運 我們連這幾屆都連續都可以參賽 可以在前排裡面 這個也是讓我們的球員 可以有一個相對定期的一些接近國際水平的比賽 讓他們可以就算是在隊員上 可能有退役、交接的時間 影響不算太大 所以比較平穩發展 我們其實目標 未來二、五年的全民會 大家可能都會有留意 就是搜狂這個項目 成為我們香港其中一個主辦項目 由於主場之利 當然對我們也有一定的要求 我們也希望可以在香港的地方 有香港的球迷 或者大家是運動員的 可能是家人、朋友 都來支持的時候 希望我們也爭取一個好成績 我們也有些目標 希望可以去到前三名 一定是目標 但也要看一路球員的傷患 陣容方面 以及集訓的訓練進度等等 看看能否演繹到這個目標 Milk教練,我知道現在除了打籃球 踢足球之外 因為小時候的小朋友一定會學習 現在有一個運動叫手球 也多了很多年輕人去試 對 我想知道手球這個運動 本身最原始的東西是怎樣玩的 其實手球包含爬、跳、窄 三個基本元素 所以它很像籃球和足球 以足球般射龍門 但它很像籃球般需要跳起 可以用手拿著球 對,而且單手拿著球 變得容易操控 而且現在發展一些幼兒的手球 用一些更軟的海綿 變得容易操控 而且食衝感比較大 見你講述裝備 我想知道手球有否分為不同球的大小 以及用的用具 或是否有附載用品 是手球才會專用 當然,我們剛才提到 幼兒的手球用0號球很小 有些是小學1號球 現在手上拿著的2號球 是女子組用的 香港的丙組或月組的學界賽事 就是用2號球 2號球 當達到甲組或男子 我們便會用3號球 球的大小也會影響手感 所以在不同組別時 便會用不同的手球 我想知道 我現在看到這3號球 外表和2號球有些不同 對 這球比較靈體 這球好像不像骯髒 好像有點痕跡 它發生了甚麼事 沒錯,你非常留意到 在球的表面其實有些手膠 我們說手膠 手膠的作用就是 因為我們單手拿著球 而且有機會出汗 有機會令我們甩手 去失去控球 所以手上通常我們會塗一些 手指頭會有些手膠 用來黏著球 可能除了一些高水平 可以用來我們所說的落膝 即使球旋轉 去蛇門也有 所以手膠是幫助我們 做傳托的穩定性 和蛇門的把握有幫助 所以有機會出現 所以我們要做慣性 那我還能看到 所以我還有一次 其實需要戴一些護具或裝備 打手球嗎 還是用T-shirt短褲已經完成了 一般在正式比賽中 我們都要統一球衣 因為在球禮上要求我們有統一裝備 包括護具 例如護手肘、護膝等 這些全部都是要統一的顏色 這是在國際手業的球禮中 已經列明了 所以現在出場比賽 很多運動員如果要戴這些護具 其實都會選擇相同的顏色 以及球衣的類別 護具和個人需要 有些球員有傷或中鋒 經常會倒身落地射球或鷹位 可能就着自己的需要 在不同身體部位 就會有些需要的護具 護具可能是不同的選手 會有不同的配搭 但如果作為一雙鞋 那是必定要的 例如打手球的時候 有否真的要配合一雙手球專用的鞋 當然,你也聽過 可能踏排球有排球鞋 足球有足球鞋 對手球也有手球鞋 但一般若是初學 我們建議不要穿跑鞋 因為我們有很多跳躍的動作 落地 所以如果不是平底 很容易落地時 會刮刮刮腳 對手球鞋 對手球 對手球有機會咬柴 我們都建議初學的運動員 穿平底的運動鞋 可以穿室內 去到高水平時 他會按需要 有些喜歡穿腳 有些可能穿室內的 穿運動鞋或運動鞋 這件事都是合適的 我們所有裝備都處理好了 我想知道 例如剛剛手球玩 其實規則或比賽 是怎樣計分或贏輸的 第一,我們要知道場地有多大 我們的場地是40米乘20米 大小的 兩邊有半場區 你看到兩邊的球門 都會有兩米高、三米闊的門框 對,六門框 然後在門框前面 會有一個六公尺線 任何進攻或防守球員 都不能進入禁區 只有手門一個可以在裡面 這就是我們比較特別的… 保護他們的防守 因為我們也要一個距離 因為球速非常高 如果太近,其實很難說 其實現在六公尺也很快 即是那個速度 我只要經過畫面看 我也看不及 對 即是看慢鏡才看見球的影 對,所以很多時候 球員要跳起 六公尺的禁區線 外面跳起在空中 去做射門 然後出手後 才會進入禁區的位置 這樣就不算犯規 否則打算球進入了 也是無效的 例如他整場比賽 有否分為打多一節、打多長 其實剛才也說過 我們按不同的組別 水平就會有分大小 其實在比賽上也有分 一般國際賽 一定是上限會比賽 所以全場是60分鐘 即是半場是30分鐘 中間會有10分鐘的休息時間 半場 對,半場是調整 可能有戰術調動 例如學界有25分鐘 對,25分鐘 到了小學的比賽 小學的學界 是12分鐘半場 按照他們的能力水平 體能、體能的參支 就是決定了現在這個比賽的時間 在我們香港 例如手球算是一個團體的運動 有否分別的比賽 會有限制不同的人數 會有可能有些賽事只是報14個 但有些賽事可能有16至18個 這個就好看 一般國際賽 我們都是16個球員 註冊下去 每一次就去球場 即是我們那隊隊 如果有20人出去比賽 但每一場的賽事 只能登記16個球員 我們出場只有7個 變成有不同的題目 就是這樣進行比賽 聽完這麼專業的知識後 我發覺我現在要把握這個機會 跟著Miu教練 今天學習手球的初心者知識 好,我們一起嘗試一下 試一下,來,開始吧 我們一開始教了… 一般教初學者都是教全摺 我們做一個堅上全球 即是手跟肩膀比肩膀高 例如右手跟肩膀比肩膀高 和左腳跟前面 我們做的時候 全球由重心由後面 右腳轉移到前腳 然後由腰、肩膀、手肘、前臂 肩膀、手腕、手指 腰、馬合一 沒錯,就是整套動作 我們可以準備好 我先接,我先教你 我接的時候有甚麼特別規定 其實接也是很簡單的 跟你平時打籃球沒甚麼分別 不過球比較小 所以我們接手的時候 就是較近一點 有三圍在前面 還有手指要不要向前 因為向前後有機會 球會向前 也越來越遠 沒錯,受傷了 所以我們通常會向上 好,我們嘗試傳 好 是 而且在轉接的時候 通常叫小朋友的腳要保持 移動 對,移動中 好 可以保持平衡 輕鬆 對…隨時調節,可以立即接到球 非常好 對,一般我們都看著 對,看著… 傳完才看著 對,傳完才看著 對 好,一般我們傳完球後 就調節射球 射球一般球員會有兩種 除非正常倒地之外 一般可能是定點 或是我們所說的走三步 在球空場或其他位置射球 首先簡單一點 我們跟傳球非常相似 動作都差不多 不過力量、速度要求會大很多 也是,右手的球員 都是拿起右邊 然後左邊肩膀戴前方 你看到前面有條界 七公尺線 我們不能踩,不能超越它 定點射 我們試一次吧 好 好,打側身,拿起尖膀頭 然後接膝 好 就是這樣簡單 看見你已經流了力 我已經退役了 不僅是流力,我已經退役了 所以… 當年的公仔還在 也不是太大力 現在球員就厲害了 我們再做一次吧 好 拉後重心以後 轉移向前射球 對 整個動作射完後 要跟進向前 用力繼續向前 因為如果你的手 出去了,你的手留在這裡 你的球要力不去 不夠去 對 所以重心又轉移 加速 令球… 我看見你剛才射的時候 可能鏡頭看不到 但你其實是有描著右上角 或是死角 對,初學… 其實是甚麼高階技巧 初學是看著那邊 先放在中間 但你一直練習的時候 你會… 越來越刁鑽 對,角度、落點 甚至… 剛才說的射球 可能會轉彎有旋轉 那些我們就不要太貪心 沒錯,所以初學也是慢慢調整 到邊角的位置 知道 Miu教練 我知道學習很多東西 或體驗運動 最好的就是實戰 因為在實戰中 你可以在錯誤中吸收教訓 我們今天可否嘗試玩手球訓練 當然可以 我們待會試做一個三對三的攻守 我們也是跟剛才的原則 可以跳進禁區裡做射門 但那三個進攻的人 就要想辦法 怎樣可以… 不讓你這麼近身 避開防守 而跳進禁區裡 這就是我們需要有的劇力 而禁區最盡 只可以在六米外 對,沒錯 實戰那條就是六公尺 越來越容易… 對,所以如果跳進去 是相對會比較容易 容易出手 對,但也要看回 如果龍手門員的水平高 他向前封擋你 你跳進去 也有可能會被龍門 擋了你的身體門 對 其實這麼多情況 我們不如直接開球試 沒錯,我們感受一下 對 七零多快 我當我一百零二十 十三的情況 對,十三 我們令我損壞 對,我一百零二十 對,你一百零二十 對,你一百零二十 所以你也要將那些人 你一百零二十多 我覺得剛才玩手球 一開始有點陌生 但多打了幾個比賽後 你慢慢告訴我怎樣防守 我知道自己在場地做了甚麼 發覺存在感很有 手球進攻的方式也享受得到 但防守的部分 有時跟你一起補甲擊 讓別人踩不到進來 而且還要跟著自己的 其實裡面有很多團隊默契 對 而且我剛才覺得最大的體會是 這個運動 可能很多人都未必會覺得 有一個元素很重要的 就是身體素質 因為我剛才看到 騰空和跳得高的好處是… 你遲過它落地 你還可以先找人交 還是絕對方式 沒錯 很感謝Mil教練 你今天分享了這麼多手球的 知識和練習給我 我們將來有機會再玩手球 好,我們有機會再… 練習、輕鬆 練習、輕鬆 輕鬆、輕鬆、輕鬆 玩完手球,我覺得一開始是陌生的 但認識了這位朋友後 發現原來他很親切 因為他跟籃球有很多東西 都可以用籃球的技術 轉化到手球 例如籃球走籃是兩步 或現在稱為兩步半 但手球是三步的 所以其實那些步法 剛才我調整了重心腳後 其實是比較容易去玩的 我覺得這次的經歷是… 可能普通人覺得手球很普通 但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